中国大陆 大家每次我们在讲台湾房地产 很多网友都喜欢说 你们为什么不谈中国大陆房地产 没有人不谈中国大陆房地产 只是中国大陆房地产 你还能期望它怎么样呢 目前他们的中国大陆的官方 这几年打房的政策 其实打房政策推出来以后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最近因为房地产不景气了 好像有一些缓和 但其实整个的大趋势 现在对房地产本来就不利 所以大陆最近看到 他们的房地产销售 最近大概在两年 到时候是一直衰退 衰退一直衰退 新增的房屋贷款 也是衰退衰退一直衰退 所以大陆民众现在对房地产 大概也没什么兴趣了 不过我们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个 就是大陆太大 它并不是每个地方 房地产都跌的一样多 包括我今年4月3号 就是台湾地震那天 我刚好人在东莞看我的朋友 然后那几天在东莞 几年前去东莞 东莞你就会觉得到处都 都是工厂 然后这次去东莞 绿化做得很好 接到比以前漂亮多 那是代表没有工厂了 不是 然后我坐计程车 计程车是你是台湾人 因为我们这边以前很多台湾人 这几年都不见了 台商也不见了 台干也不见了 然后以前常常这边就包车 包到很晚了 然后去吃喝了 去应酬了 现在都没有了 所以从他们的口中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最近东莞深圳这些地方 没有那么多台商台干那么多了 所以这些 你看到东莞 东莞 深圳 广东 珠三角这一带 房价就跌得特别多 大陆的北上广深 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个 看一个图表 北上广深 大家看到右边这个图 一线城市 广深是跌最多的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珠三角 它本来就是劳力密集产业的重镇 那过去这十年 因为大陆的工资高 然后他们的劳动成本上升 再加上这几年的美中贸易纷争 他们是把大陆的劳力密集产品加了关税 逼这些产品外移 只要这些产品卖不动了 厂商会走 厂商走干部走 农民工也不会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流入就没有那么多 大家要知道 任何一个地方的房价 要涨一定都跟人有关系 人去房价当然会不好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上面有一条绿色的线 同样一个四月初 我是到东莞 四月底的时候我到上海 然后我到上海挑了一下 五月一号逃回台湾 为什么说用逃的 因为五月一号他们就放假 他们满街都是人 我们去大概就挤不够人家 赶快逃回来 到了上海你就发现 奇怪上海的房价没得那么多 因为我们同学 好多同学都在那边做金融业 服务业 租赁公司 他们说上海新天地 旁边的房子 一瓶300万台币 出来日光盘 一天就卖光光 说300万 回来台湾我还Google了一下 台湾有什么房子 300万的 后来发现在我们台北 有一个万豪饭店旁边有一个 蔡老板张老板 都住在那边的地方 那一瓶280 而且他好几年才会成交一户 还不是天天 他们那边是 一天就把你买光 跟买白菜一样 所以我后来就回来 就思考了一下 为什么上海的房价不会跌 后来发现 长三角这个地方 它的产业形态 不是那个劳力秘籍产业 它很多是科技 过去可能是面板 或者是半导体在那个地方 现在是电动车 很多的电动车零组件 也在这个附近 所以长三角 它目前的产业 并没有被东南亚取代 或者是被贸易战给击垮 而且大陆以后的 那些新的产业政策 新三样 他们很多都在这个地方 只要厂商不要走 干部不要走 农民工不要走 这个地方的房价 你就很难跌 所以大家在听到房地产的时候 有时候听到你很虚的 那些都不用 人进来的地方 房地产要怎么跌很难 那叫蛋黄 人只要散掉的地方 房地产要涨 根本就不容易 所以从台湾的角度来看 也许我们的央行 一直在讨论 如何打炒房 打什么打什么的 当然我们台湾的央行 考虑的是别的层面 是基金的问题 但其实房价涨 你会发现 像北部地区 像中南部 现在有很多 有科学园区的地方 房价都会涨 因为人进去了 人进去以后 在旁边房地产 当然有需要 所以大家看这个图就知道 为什么上海的房价 都不太会跌 像我这两天看 厦门听说是 最近公布的数据是 其实一个大城市里面 跌最多的 厦门我看也是这种 劳力密集产业比较多 所以劳力密集产业的 福建 广东 目前是大概房价 受伤比较深的 但如果你的产业 没有外移的话 就算大陆的官方 有一些压抑政策 对它的房价 也不会太大影响 有一句话说 人去楼空 这标准的就是 印证在房地产的市场 你没有人 你那个房子要卖给谁 然后租给谁呢 对不对 南海它那么大 你如果在很市中心的 黄埔区啊那些 你当然会遇到这种 外滩旁边的都是精华区 路加水很贵的地方 但如果你往外面的圈圈 假设你是在一个小时外面 上海很大 它一个坐捷运一个小时的地方 你如果在那边租房子 就会比较便宜 OK 它那个外面就比较淡白一点 就会便宜一点 像我以前很多同学 到那边工作 我看到班家 他就说他住在那个 虹桥圈圈的外面 很像那个日本三手线 日本三手线不是有个圈圈吗 那个圈圈里面很贵 但如果这个圈圈外面就便宜一些 什么神奈川啦 千叶就便宜 所以中国大陆也是一样 它那个内环的地方当然贵 但如果也是比较外环区 或者是郊区一点的地方 就没有那么贵 如果你坐到昆山苏州 我想房价会差得更多 我一直想跟主任请教 就是中国大陆 现在对于房地产 有点像是一个比较放任 或是不积极处理的这种态度 它是不是想要把一些资金 把一些人才 慢慢的引到 它所重视的产业 比方说电动车 比方说中国大陆 接下来想要积极发展的 一些新创产业 你觉得它是不是一个产业流动 而导致的结果 前几年他们打炒房 是一直要打 其实他们这么多年 一直觉得房价一直这么高 是很反常的事情 所以这次当然 他们前两年动用了三道红线 各种力量 终于把它打下去 这个时候 如果你让它反扑 我们来想想看 这么多年的房地产 而且它都知道 你以前房子盖太多了 接下来如果这个问题 再不解决的话 以后你现在因为它掉下去 你又救它 那不等于没救吗 等于它 等于白做公了 对你等于戒断它的毒瘾 你又给了它吸毒 那等于永远都救不了 所以他们的官方 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 用这样的行动 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与其你那个房地产以后 继续吸引大量的资金 资源 人才都站在房地产这个地方 不如把这一次打断 所以我觉得这种 也不是像台湾 你看每次要打炒房 每次打一打 就会一堆人跑出来 然后影响政策 或者透过民意代表去施压 大陆可能就没有 所以我觉得 这一次打炒房是一回事 至于那个资金 被它打了以后会往哪边去 我觉得市场经济 也不然它就会自由流动 它会往报酬率更高的地方 当你房地产的报酬率 不管是租金 或者是房价 没有这么好的时候 它会去找新的投资地点 但是这也很重要 下一个就是 你要给它一个创新的环境 比如说在大陆 虽然我们刚刚说的 广东这个地方 好像它最近的经济表现 不是那么好 但是广东的创新 是中国大陆 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深圳 你要知道很多的独角兽 新创事业都是这边 另外一个就是长三角 珠三角 这两个地方 反正大陆新创事业 就特别的多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在房地产上面的资金 能够适当的转移到 新创事业给它这些资金 那是一件好事 日本当初呢 也是房地产泡沫了 然后资金就对待银行 然后这些银行的资金一多 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办 然后就靠日本政府去买债 日本政府做公共建设 把这个资金导引到公共建设上 所以日本政府大量举债 但是这种资金 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效 但如果你后面不是 一直都有持续的经济成长 去把这些资金给消化掉的话 所以像那个孤朝明先生 他讲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日本公司都不要借钱 他不要借钱 银行就是一堆钱 又不要借钱 所以大家就越搞越僵 所以搞到整个经济就越搞越僵 他不借钱的动力是什么 他们的日本企业 已经在那些就很赚钱 Toyota收你干嘛跟你借钱 真的想借钱你不借 那个小公司 他又没这个创业环境 日本人每天都念东大 念早稻田 念完以后就跑去大公司上班 你叫他创业嘛 他们好像也没这个心 所以日本本身 也没这个创业的环境 这个时候资金 没有办法去化掉的结果 让那些银行 只能用更低更低的利率 所以日本的利率始终起不来 这一点也是 大陆现在在做产业转型的时候 必须注意到的一个范例 日本就是一个不太好的范例 主任提到了日本 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日本 日本跟中国大陆 都是美债的持优者的前两名嘛 那当然我们就要来看 最近不管是日本自己本身 你说他一下子升息 一下子又停滞 然后日元好像也是上上下下 他最近又持续的减持美债 等一下也要来请教主任 以及现在在日本里面 他面临到自己公债里面 会有很多的危机 跟很多的难题 就是我觉得日本的动作 会让大家有一点点物理看花 我觉得这一次 比方说7月底的那次股灾 8月初的那个时候 大概就是因为日本突然给你升息 所以市场上面金融有点动荡 当然我们都知道事后诸葛 然后帮股灾大跌找原因 但是的确日本的这几波操作 会让大家有点抓不准 看不懂 日本的央行 他们在4月份已经开始 货币政策转向了 所以从负利率变成零利率 另外一个就是 他没有在买ETF 所以资金开始收缩 没有那么多 但接下来从4月 他宣布三息的那一次 一直到7月31号为止 你会看到日本要升息 美国要降息 照说他们两个利差 应该是缩小的 但同一个时间点 利差虽然缩小 但日元还在贬值 那时候本来大家觉得 日元应该回升了 结果日元反而一路 贬到160几 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日本现在的外贸表现 已经没有以前这么好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卡 大家看到左边 那个红颜色的是 美国跟日本之间的利差 蓝颜色的是日元的汇率 在左半边 大家可以看到 从去年到今年的4月 本来它两个都同步的 他们两个利差只要缩小 日元就升值往下 他们两个利差只要扩大 往上 日元就贬值 但4月份之后 他们两个竟然脱钩了 大家可以看到 那条红色的线 是一直往下掉 美国要降息 日本要升息 他们利差一再缩小 照说日元应该要像是140 就是现在这个价位 不断的卖进 可是日元呢 有三个月是脱钩了 从4月5月6日 一直到7月31号 它都脱钩 那段时间到底日本 做了什么 还是没做什么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 日本这几年 已经没有贸易顺差 日本这几年 第一个 他们卖汽车是还不错 但家电都外移到国外去 然后再加上这几年的国际油价 原物料价格都特别的贵 日本的 日本的他们吃的拉面 那个面粉国外进口的 日本的石油天然气进口的 进口的东西变那么贵 而卖车的钱是不够买能源 所以它是贸易逆差 它的资金 它赚不到那么多美金 它的日元就会贬 第二 就是你刚刚讲的美债的问题 他们手上本来爆了 1.2兆美金的公债 但在前一阵子呢 它都没有卖 为什么 中国大陆从2022年就开始卖美债 因为它觉得俄罗斯那件事情 让俄罗斯那件事情 让中国大陆觉得很不放心 我钱要是以后都放美债 欧债到时候都被你制裁 所以那个时候 它就开始卖美债 买黄金 所以最近的黄金价格就一路涨 涨到2,600 中国大陆现在是不计盈亏了 拼命买黄金 因为黄金比较安全 然后但是呢 刚刚那个日本呢 它手上一堆美国公债 它又不能卖 因为美国不准它卖 因为想说干嘛听美国的 你得听美国的 因为你的政治军事 各方面你都要听美国的 所以美国的夜轮就不让你们卖 因为我们今年美国要发很多债 如果这时候你还卖美国公债 我的公债会很烂 卖不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日本又既不能卖公债去互盘 然后又赚不到美金去互盘 所以一直到7月31号 终于靠自己升息了 而且那一天 我们已经刚跟各位说了 7月1号 美国的那个自己的利率 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金融紧缩的现象 7月31号两件事情 又同时发生 第一个是美国当地的 隔差利率快速往上升 第二个是日元也开始升值 日元只要一开始 日本开始升息 所以日本一升息之后 两边的利差进一步的缩小 美国的资金一缩小 两件事一爆 就日股那天大跌了4000点 但日元呢 就一路就是你现在看到这个图 日元就一路从160 一下子就给你冲到140 你知道那个140 这个事情有多重要吗 我现在告诉你一个例子 你假设是日本的一个家庭主妇 你现在就觉得你老公那个钱 现在都没有什么利息 他是赚日元吗 没有利息 所以你就把160块日元 换成一块美金 然后放到美国来升利息 因为美国利息5%多 日本没有利息 所以一个日本家庭主妇 会在160块的时候 把160块日元换成一块钱美金 然后去放利息 这个时候你放了一年的利息 假设要赚4.5%好了 因为它两边的利差4.5% 这个时候 如果假设日元升值 就是一年之后 你要把这一块美金 再换回去的时候 如果是160出来 160回去 那恭喜你 当然赚到利息 没错 但如果是160出来 140回去 你就亏了 对啊 所以中间那个损益两平点 是多少 帮大家算了一下 它160 如果利息是4.5% 它的损益两平点 是146块美金 146日元换一美金 也就是你现在钱一出来 假设你看到146 你要赶快把它换回去 对 要不然你这一年的利息 我就不赚不赔 对 146是不赚不赔 但如果146以下呢 144 142 你就亏了 所以也许家庭主妇 还不会那么急 但是很多套利资金 他们每天就按按钮 他们就可以做操作的 他只要看到日元碰到146 他马上平仓 他就要开始赎回 所以那天造成的 日本在海外的资金 到底有多少呢 我那天看到 BIS国际新算银行 一份报告 他说日本总共被借走了 5000亿美金 5000亿美金 等于东京三菱银行 一半的存款 但实际上 它的金额比这个还高 表面上你看到 借走的是5000亿 但是你要知道 国际之间不一定要借现货 它可以期货选择权操作 据说期货跟选择权的操作 总共的那个标的 那个金额 它可能高达10兆美金 10兆美金 那么早就爆掉了 当然那个标的是10兆 但其实你每次都只付 中间一小部分的钱 在用杠杆操作 所以你满选择权 也许那个标的金额很大 但付出来的权利金很少 所以他们用很少的权利金 去标了10兆美金的钱 也就是当日元 一旦升值的时候 先到146 你看到7月31号暴跌 我再告诉大家 再下一个数字 9月2号的时候 日元那时候就是146了 然后那个时候的 损益两平点 是多少呢 140 所以你后来看到 9月3号4号的时候 又一波日股大 台股那个美股大跌 为什么 它又往下掉了 日元又开始升值 它只要一碰到140 刚刚那个家庭主妇 它又146跑出来 现在140又跑回去 所以每次你会发现 日元只要一升值 升个3块5块 金融市场 马上就一个大变化 所以金融给提供 给大家一个 两个数据的紧盯的指标 一个是美国那个 Sofa利率 隔夜财款利率 另外一个就是日元的汇率 这两个 第一个 美国那个汇率 只要突然暴冲一下 美国就很紧张 因为代表他们的资金紧缩 第二个就是日元汇率 日元汇率只要每次 进个3块5块 就会有一堆 日元跑出去的资金 要跑回去平仓 那一平仓下来 它把美国本来 自己就很缺钱 你还把美国的钱 弄个500 800亿的跑回来 那会搞到 美国金融更紧张 所以这一次联准会的降息 我觉得一时二秒 一方面是解决自己的资金荒 一方面是 万一要是日元再继续回升 资金要回去的话 我多弄点钱给你回去 但如果接下来还不够的话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量化宽松可能也要得做了 要不然你的资金真的就不够了 也就是日本如果产生 一波新的金融动荡的话 其实看起来 它会是一个点燃的效应 点燃的原点 对我们常常都在想说 最近这股市大跌 到底谁开枪 我们都觉得是 美国那边经济衰退 后来发现不是 他说我不是凶手 真正两个凶手 一个是美国的金融市场 另外一个躲在你后面 是日本日元升值 日元升值 刚刚我们讲那个套利资金 跑回去跑回去跑回去 那个可能是大家没有注意到 我们帮大家算一下 刚刚用那160算你就知道了 只要160升到146 你马上回去平仓 现在是146回到140就要平仓 你会发现 接下来日元只要每栋2块3块 因为美国现在还升 美国降息了 日元升息 日本升息 他们两个利差还更小 利差更小 代表你中间那个平仓 需要的价位 马上就会到 所以接下来日元 只要升个3块5块 你看起来又是天崩地 好 中国大陆最近也是持续的卖美债 然后增加黄金的比例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之前也问过主任 其实他 那个跟美中之间的对抗 还是有一些相关吧 因为美国这几年制裁 什么委内瑞拉 北韩伊朗 什么金融制裁 以前越做越多 金融是一个信任的问题 对 对对 你会把钱放银行 是因为你相信他 为什么你要把钱放美国 因为你信任他 本来各国都觉得说 两国交战不展来时 现在是两国交战 不会没收财产 这是以前大家的共识 现在不是啊 没事你跟我吵个架 你就把我的 这个也制裁 那个也制裁 所以俄罗斯手上过去 也有很多美债欧债 什么都不准我动用 就搞到俄罗斯 现在拼命用人民币 然后俄罗斯拼命用黄金 大家才发现 原来美国过去这种 金融给人家信任感 现在正在降低 所以中国大陆自己会看 我在南海 在很多地方都跟你有摩擦 万要是哪天跟你起冲突 你给我制裁 这样我总是有个东西 在你手上 我不安心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开始 降低美债的持有 提高黄金 因为黄金 从俄罗斯这些例子来看 你也知道黄金本身 它不太容易被制裁到 然后也有人会考虑说 那是不是比特币 你知道这种网络的东西 美国说的算 你也不知道美国 会不会把那个比特币 突然给你弄不见 不太安全 大陆自己也不太支持 这种虚拟的东西的 所以黄金 看得到的东西最实在 那接下来大家会想一个问题 可是黄金最近金价 已经很高了 对呀 任何东西都有这个问题 你就会觉得它很高 但若为风险故 两者皆可怕 对我们现在是 如果有风险 你看到这几年 大家为什么要到处设工厂 这两天 听说什么台积电还要到阿联酋 去设工厂 为什么 因为风险 所以台积电要到处设工厂 不是我们有风险 是你怕风险 你怕台积电 万一要是什么问题 东西不能供应过来 所以叫台积电来设厂 那台积电来这边 那个价格很高 成本很高 不管 我不要管价格高 安全最重要 所以中国大陆现在买黄金 也是同一个问题 价格不重要 安全最重要 我现在买的东西 买美债虽然便宜 但是万一要是被你制裁 我到时候什么都不能动 黄金还能动 所以黄金价格最近还在突破 除了中国大陆以外 俄罗斯当然一定买黄金 然后土耳其也在买黄金 反正只要跟美国不是 太友好的 不太友好的都在买黄金 然后再加上 这几年大家也发现 那个金价越来越早 我前两天才发现 全世界最爱买黄金的大妈 一是大陆的中国大妈 二是印度的 印度也很爱买黄金 第三个大家你没有想到 我这两天看到 有一个报告写说 泰铢跟黄金竟然是同步的 一起往上往下 为什么 泰国人也很爱黄金 为什么 你去泰国看那个佛寺 都是金光闪闪的 然后我到泰国去 因为我八月份 跟我们的同人到泰国去 观光旅游的时候发现 他们真的在那个佛像上面 贴金箔 过一阵子一阵子 那个金箔会掉 再贴 他们需要大量的黄金 然后你看泰国很多的餐具 装饰都是金光闪闪 所以我那天才看到 很有趣的是 金价跟泰铢 竟然会有同步的关系 因为泰国是 全世界很爱买黄金的一个国家 很有趣 你想想看 有一些国家是因为 它自己的喜好 有一些国家是因为 它有避险的需要 那当这些国家 偏偏在买黄金 而不计盈亏的时候 那美债的重要性会降低 那你要靠别的方式去支撑 但黄金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所以目前看到 这两天就到2600了 未来这可能不是天花板 因为各国他们现在 是基于安全的考量 会继续持有 那中国大陆听说 以前你 还有下一个问题 那黄金放哪里 大家都知道 以前黄金都是纸上的 然后我们的黄金 真正的持有 是在美国的 纽约的地下室 现在他们也觉得 这样也不太安心 也不稳 你放在美国那边 美国说不给就不给了 纸上也是假的 最好我们在 我们附近也挖两个金库吧 所以香港跟新加坡 听说最近也挖两个金库 黄金放亚洲 放我们附近看得到的地方 所以我们民众很多 买黄金的时候 是买ETF 或者买黄金存折 但是大陆的领导 可能不相信这种事情 过两天ETF 存折那种不太放心 现货最好 其实我们在台湾 有很多高资产客户 我认识了几位高资产客户 贵妇 他们是买黄金条款 而他们是跟银楼买黄金条款 他们不太相信 这种ETF或存折的东西 他们觉得看得到 放在 摸不到 对他们就真的买一箱 有一次照给我看 我以为那是巧克力 一条一条的 后来觉得 这有点不是泰山 他说那一箱啊 那次长起来就一台车 好惊人哦 对 他要是放到今天 大概是一台卡车 那放哪呢 自己家也没有什么小金库啊 那种豪宅 一定有金库 是咱们那种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 我们只能放社区官网 降息降两码 市场资金应该会很棒很旺盛 没有啊 他现在是从5.5 降到4.75 他是降了两码 但是利率还算是高的 所以对他来说 如果市场 如果所谓的市场真的存在的话 他最需要联准会是什么 量化宽松 对 他现在是把量化仅说 那个每个月的购债规模 一直在缩小缩小 只是现在缩小的速度 稍微慢一点 是金融市场最希望的是 你不只要降息 你还要印钞票 你还要印钞 你要量化宽松 所以量化宽松 可能是联准会 如果在接下来 再有一波什么股市大跌的时候 他会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降息周期本身 当然代表宽松的开始 但这次的降息周期 我帮大家做个结论 他并不是经济衰退 因为美国在2001跟2008 那两次联准会降息 后面都是经济衰退 所以在接下来的S&P500 我这边就直接 签到股市来 那两次的S&P500 在后面一年是大跌 因为经济表现很差 但是如果美国只是预防性降息 美国预防性降息 在1980年有过 然后再来就是2018年 还有一次就这一次 预防性降息 连他自己都说 目前没事发生 我是预防性降息 只要后面不是伴随着经济衰退 后面的股市通常是涨的 但是如果后面是伴随经济衰退 股市是跌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想股市欢声雷动 是有机可循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现在回想一下 各位这一年 是不是听到很多金融机构 跟你说 美国即将启动降息循环 所以应该多买一点债券 各位可以去查一下 美国在过去降息的时间点 债券其实跌的反而比较多 跌多涨少 然后接下来那些分析师 会告诉你说 因为前一阵子 已经把这个预期 给放进去 已经反应过来了 所以我们降息 反而是跌得开始 老兄那时候 每次讲话都不一样 你每次叫我买的时候 都说降息会带动债券 等到降息以后 债券没涨 因为前面已经反应完 那可不可以把话一次讲完 所以这次的跟经济 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降息本身 第一个 两码主要变化那么大 是因为反映金融市场的不稳定 而接下来降息之后 在过去的历史上来看的话 预防线降息对于股市是好的 但预防线降息 对于债市来说 通常都已经先反应完了 所以债市能够上涨的空间 并不是债市一定会跌 就是一半一半 它并不是每次都会涨的 但是股市 如果是预防性降息 反而对它是好事 大家好我是小碧 在快点购又有新的好物 要来跟大家分享了 在我手上这款呢 是我们KS品牌新推出的防晒凝露 这款它很特别的是 里面完全不含任何的香料 所以对于孕妇啊 对于小朋友 甚至是年长者 想要出门的时候 有一些防晒系数的话 这个都是非常推荐你的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来去快点购下单 记得输入小碧的代码 CTI008就可以享有额外的优惠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里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